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近日发布了一份题为伏特台风 美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国会和纳税人的 合谋欺诈行动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 利用毫无事实依据 所谓中国网络攻击威胁的借口 毫无底线地抹黑中国以此换取美国政府撥款的巨大丑闻 今年2月1日 美国众议院举行一场所谓中国网络攻击威胁的听证会 会议主要围绕2023年5月 被美国微软公司披露的伏特台风黑客组织展开讨论 微软公司声称这个黑客组织 具有中国政府支持背景 还说这个组织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发动了网络攻击 并试图进一步实施破坏 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美国政府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 最为典型的案例 就是以这个理由大肆炒作所谓中国 美国起重机威胁论 声称遍布全美的一些起重机 可以受到远程 操控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针对这个指控 中国的联合调查技术团队 在行了溯源分析 团队根据美方公开的恶意程式编码等资料 发现这个黑客组织没有展示明确的国家背景 反而与一个勒索病毒网络犯罪集团类似 批评美方单凭受害单位和攻击者技术等模糊因素 就网下判断福特台风具有中国政府支持背景 理由牵强 纯属插装陷害 为什么互联网技术发达的美国 在没有确作证据的情况下 就将这个黑客组织嫁祸给中国呢? 从一些公开报道的细节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原因 首先率先指控福特台风的两家美国公司 都是美国政府的合作伙伴 先是美元公司在2023年3月 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任务订单 价值大约380万美元 美国流明科技公司 之后都获得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 价值1亿1千万美元的五年期合同订单 另一方面 美国政府相关部门 也拿着所谓的证据 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 大肆渲染中国网络攻击威胁 欺骗国会不断增加网络安全预算 今年3月 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交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 联邦政府在民事行政部门和机构的网络安全预算 达到破纪录的130亿美元 较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一成 总统迹象显示 美国一些企业屡应外合反华政客和高官 齐齐赚到盆满缝满 还达到转移国际社会视线 并打压中国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 中国近年来先后正破了西北工业大学 武汉地震监测中心等机构被美国国家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网络攻击案件 表明美国才是真正的黑客帝国 涉物帝国 事到如今 谁在拆架触策 谁在威胁网络空间安全 国际社会自有功论